没有慈悲心的人 不能我身 为什么 菩提心里头有慈悲 没有慈悲心的人 菩提心没法 念佛不能我身 经上讲得很清楚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你没有菩提心 光有一向专念 不能我身 经文 千万不能错毁意识 世尊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自己疏忽大义了 没有注意到 以为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看看海鲜 老伙上 有没有慈悲心 真诚 清净 慈悲 他统统就说 我们金总学会提着 真诚心 清准 平等 平等 正觉 自受用 慈悲 他受用 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 是跟金总 接一个发源 阿赖耶识里头 洛西 净土种子 这一生不能我身 千万不能疏忽 阿赖耶识 受佛 不使佛摄金 受佛 也不使 黄念 祖老 就是祝节 受佛 是我们自己 太大意了 一定要爱护别人 要关怀别人 不能跟人做敌 做对头 阿 那完全错误了 阿 冤情债主 是过去没有学佛 借的这个愿 那现在没法子 现在学佛了 发布的一些 将我们自己修行功德 都要回向跟冤情债主 阿 希望把这个愿节化解 他那边没化解 我这边化解 这不能不知道 这都往生的障碍 阿弥陀佛来见你的时候 你还有怨恨 还有贪爱 还没有放下 佛就走了 阿弥陀佛 佛不等你 真正想往生 现在就要放了 你还等什么时候 你要想等到明天 明天还有明天 到临命中时 还没放下 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多可惜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事情 不能等 阿弥陀佛 赶快要抓住 在这个世界 别想自己 自己随缘就好了 随其功德 说什么都好 做什么都好 决定不要放在自己心上 自己心上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学生一些老伙子 念到底 一直念下去 Shi 我 我 Talking